这个墨子和你认识的不一样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5701的伤害 这还没完 接下来这个墨子来到了河岛 一下东皇太群 又一下 6692的法术伤害直接就打了出来 我的天哪 后面的东皇太羊根本就不太怕 那么他只能变成421顶币了 接着这个白旗 不知死活 不知所谓 还敢靠近这个墨子那么一炮下 361斤币又到手了 我的天哪 这样的墨子绝了 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是不太相信有这样的墨子的 除非他开了 我在正式服的比赛当中 没有见过这么高伤害的墨子 但是偏偏我有些粉丝 他就相信有这样的墨子 墨也是非常的无奈 为了正义 我也是活得出去了 直接备战好出床和命丸 来到线上开启一局颠红带 我倒要看看这套出床和命丸 在实战里面到底表现如何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点个关注点个赞 来到线上 我们对线的是上官玩 我直接来一炮 轰晕之后 老牛也跟着我上了 虽然对面此时也是两个人 但是我觉得 我们的优势很大 因为前期我这个二技能超远程攻击 那优势海得去的 是不是吧 他只要敢靠近 那我就一个一技能加上一炮 此时老牛再一个冲锋 我的天哪 老牛出了呀 浪了这帮老牛浪了 本来可以不死的 你个老牛你是真浪啊 过了两分钟 我和对面的辅助都跑光了 现在只剩下我和他决斗了 我直接给他先来一炮 吓得他赶紧缩回了塔内 此时老牛准备在旁边埋伏 我说你早就被看见了 你不要再中路了 打扰我和他决斗 可是他还是不走 就在此时上官晚上出来了 我直接一炮 轰晕 他直接顶飞 一个大招他抢我 能弄我的天哪 你别说这老牛挺溜 不过这前期也看不出点什么 伤害和平常的出刀差不多 看来只能看后期了 兄弟们 时间过去了十几分钟 此时的我已经十四级了 我一个冲锋来到中路 装备也出的七七八八了 我冲锋来到中路 看见中午也直接一个脑瓜帮 就把他给秒了 我的天哪 回头又是一炮 又秒两个 接着又是一个脑瓜 把辅助也没了 回头一炮 哎呀 菊又精 还没切完菊子就没了 此时我已经五年绝日了 我的天哪 这出刀 这伤害 干嘛了 兄弟们